司法正義 司法正義 撤銷還評 司法正義 撤銷還評 今天也就是我們在經過一年半的這個訴訟程序之後呢 高等的行政法院在今天早上9點10分 做了關於北投攬車撤銷這個訴訟案件的一個宣判 很高興在此要宣布 今天早上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 終於為北投居民做出了一個正義的判斷 也就是北投攬車環評撤銷訴訟案 北投居民原告勝訴 勝訴 應該發展軟體像是我們的深度旅遊 或者是拓展有國際觀的這種自然人文體驗的行程 而不是一味的用浩大喜功的破壞山水的這種硬體建設 然後呢來提高或是說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 時隔19年我們現在的經濟型態跟北投人想要的生活環境 觀光客喜好的觀光模式都已經在改變 我們在此呼籲台北市政府不要再上訴 我們再次呼籲台北市政府不要再上訴 不要用硬體設備侵蝕北投的文化資產 自然環境 居民品質以及遊客的安危 所以最後我們跟大家一起呼喊一個口號 也就是為我們這一次的勝訴做了最好的助腳 司法正義 司法正義 撤銷環評 撤銷環評 司法正義 司法正義 撤銷環評 撤銷環評 台北高等域政法院這個北投籃車的環評撤銷訴訟 第一審北高行是判了在地居民勝訴 也就是環評的原處分跟資源決定都撤銷了 就是居民第一審勝訴 那他所代表的意義當然就是表示 如同近年來其實除了北欄以外 有很多的環評案也都是被法院撤銷的 表示我們的司法機關也越來越站在民眾的這邊 越來越站在環境的這一邊 認為說像環境影響評估這樣的制度 不能夠這麼隨便的亂做 因為北投籃車這個案件 其實他的環評是我們所見過 大概最粗糙的環評之一 甚至是到最後一次做成結論的環評處分的時候 都還變更了這個三下站 原本是要在這邊的北河公園 把它變更到二號公園 那在做成結論前沒有任何的討論 那更不要講說 他的對於交通還有風場風向 陽明山的風場風向 然後還有他的地址 很多都還沒有做很好的評估 到最後一次做成結論的時候 都還有非常多的環評委員 至少七八位委員提出各種的問題 可是這些問題其實都沒有被解答 那麼沒有被解答的情況下 就做成了環評的審查結論 所以這個案子的瑕疵是相當大 那還有另外一個瑕疵是說這個案子不應該在台北市的環保居審 因為他有三分之二的面積都跟國家工人重疊 所以他的主管機關應該是國家工人的主管單位 所以在層級來講這個案子的環評根本應該在環保署做 那當然因為我們還沒有收到判決書 所以我們不曉得法院撤銷這個判決的具體的理由有哪些 我只能說他因為有從他的程序就是管轄 應該在環保署做到他的實質都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宣示了法院越來越具有環境